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班丸子 一起做黏土 嗨 大家 我是完整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是 登登 抹茶紅豆聖代 大家應該都有去茶屋的時候 點過這種點心吧 最喜歡吃的就是它上面的白玉湯圓 那我們今天來教大家做吧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 高腳杯 然後呢 丸子老師在這邊啊 設計的是有層次的 像布可能抹茶 下面通常是抹茶布丁 或者是加鮮奶油的這種蛋糕 那我們就先來準備了 就是抹茶色 還有白色 因為總共要兩層 那抹茶色我是用 藍 紅 黃 白 混在一起 那當然黃跟藍要多一點 因為我們是調的是綠色 好 我們直接呢 把它壓進杯子裡面 當作第一層 壓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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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再來呢 第二層直接加上去白色 就是鮮奶油或者是奶酪的這個部分 壓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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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再來就是上面的重頭戲啦 我們的下面已經鋪好底了 好 拉一拉不要拉的太均匀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放的位置 这时候我们做冰淇淋需要牙刷 然后把它压一压 压出那种很像汤匙挖过的纹路 因为冰淇淋通常没有太光滑 好 那上下左右全部都压完 OK 那现在呢我们准备要来加红豆酱了 红豆酱的话呢 加了要小心 就把它轻轻的淋在旁边 轻轻的淋在旁边 通常这种都是 那个电源都是挖一匙 然后铺在旁边 所以它不用太多 就让它留下去就好了 然后它像涂那个吐丝果酱一样涂一涂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加上一些红豆 才看得出来是红豆酱 那我这边呢 那我这边呢 那我们要加一些红豆 才看得出来是红豆酱 那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一些红豆 我把它搓圆 这种红黑色的黏土 然后搓圆搓一点长 它就很像豆子的形状 那我们就把它散落在它的四周 就很像红豆直接挖一匙 然后散落在旁边 那可以有比如说一颗掉比较外面 这样子去成立 好哦 那接下来呢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两颗白玉啦 好 最后只要加上两颗白玉 那我可以放在这里 跟这里 OK 我的抹茶红豆杯完成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看完影片眼睛要记得休息哦 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需要买材料包按下面连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按赞订阅分享